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 怎样是五线五系列讲座的第11讲 负点 大家看看负点 就是跟着这个音符后面有一个小点 时间的长短根据它的前面那个音符来决定 它的前面是个音符或者是个休止符都可以来确定 这个前面那个音符如果是全音符的话 后面这个负点是等于它的一半 所以它的概念就是说负点的实质是根据前面那个音符 或者是修得符来决定的 是等于前面音符实质的一半 前面这个音符是个全音符 就是四拍的话 后面这个点就代表两拍 这个前面的音符是两拍的话 这个点就代表一拍 如果前面是一拍的话 这个点就代表半拍 如果说前面是半拍的话 那么这个点就代表四分之一拍 好,现在我们来看 现在这个点 后面这个音 我把它另外写出来 这个音就是说 这个点就等于这个两拍 这个点就等于这一拍 这个点就等于这半拍 这一点就等于这个四分之一拍 好,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双点 就是说双负点 那么这个双负点是怎么认呢 这个双负点呢 就是后面这个点 是前面那个点的一半 那么如果说前面这个音是一拍的话 那么后面这个点呢 就等于它的一半 就是一拍半 那么这个点呢 就是它的一半 那么就是四分之一拍 我们写出来的音呢 实质就是这样的 一拍 加上半拍 加上一个四分之一拍 照实类推 我们可以在这个 这个修指幅上面 同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负点 比如说我们这个一拍的修指幅 我们用个负点 那么就是等于修息一拍半 如果我们是在这个半拍的上面 机子上面 加一个负点 那实际上呢 就等于半拍上面加个负点 修指幅这个东西是一样的 都可以加负点 也可以加双负点 当然 我们还可以加三负点 三个负点点在一起的 那三个负点点在一起的是什么样子呢 我先来看看 然后往下说 这个第三个负点就是第二个负点的一半 第二个负点是前面的负点的一半 那么这个第一个负点就是这个音符的一半 所以这个很好人 所以这个负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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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